王力宏的离婚透視風波爆發後 不少藝人也被挖出過去的黑歷史 JJ林俊傑就是其中藝人 近日林俊傑屢屢被網友點名 只JJ在成年世界冷處理不好 尽管機器公司大動作發出聲明 有證據請檢舉 被想到今天又有網友 丟出疑似跟JJ的聊天記錄 不但一起大家關注 文章更衝上微博文娱榜的第一名 這段疑似女網友跟JJ的私訊對話 裡頭有不少露骨的訊息 像是我現在覺得自己比白痴嫩白痴 我不太舒服了 我不適合當你的靈感 也不適合當你的女伴玩具 你那麼多女人怎麼偏要找我玩 對話中可以感受到 女方似乎已經歇斯底里 男方想要安慰卻沒有成功 不少網友都對這段內容半信半疑 還有人要爆料著別浪費吃瓜群眾的時間 有話就要說清楚 其實早在22日時就有一篇標註林俊傑的文章 文中表示自己一個月傳了上百條訊息聯繫JJ 但都沒有收到回音 還向JJ喊話 如果你有收到請你親自聯絡我喔 甚至曖昧的寫下最和平的方式就是兩個成年人自己溝通 我們都不要再辛苦身邊的人了 這篇文章很快就登上微博熱搜 當時林俊傑馬上通過經紀公司回應 若有人掌握林俊傑先生涉及違法犯罪的證據 竟向有關部門進行檢舉 林俊傑先生與本公司 將積極配合有關部門的調查工作 以塑星謠言及無端指控 但顯然沒有什麼效果 才過個兩天 曖昧訊息又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 掰掰